今天的演讲当中就直言 未来在野党会肩负安定民心的责言 民主政府党感谢台湾人民对我们的支持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率领自家各县市首长当选人 身上一举功 不过高雄市长陈菊这一弯下去久久没起身 蔡英文赶紧拉陈菊一把 要谢谢支持者在九合一大选给支持蔡英文感性谈话 我们打开了民进党的大门 让公民社会跟民进党之间有了沟通的桥料 甚至造就了首都政治改革的新可能 谢天谢地谢公民 言辞中似乎更透露未来执政准备好了 持续人民支持的执政党 面临了严峻的正当性的危机 作为最大的在野党 我们必须要肩负其稳定社会 安定人心的责任 毕竟全台22个县市民进党南瓜13个 可说是交出时尚最漂亮的成绩单 尽管嘴上说要戒算恐惧 但中常会后县市首长当选人 一个个谈笑风声互道恭喜 顺利气氛很浓厚 因为某部分也代表未来地方包围中央 政策主导权不再是由中央说了算 这样子一个制度的一个改革 可以释放起更大的台湾的这个发展的动能 身为最大在野党 政治分量举足轻重 主导政局民进党说要从现在开始 TVPS新闻 熊超圈 柔董明浩 SNG小组 台北报导 国民党的参与